AI時代興起有很多的科學技術 即將要改變大家的生活模式 看著了這個趨勢 工商時報跟頂環數位科技 共同舉辦預見企業新契機 人力資源論壇 請來了遠傳電信 微軟等等高階主管 從各個角度來分析 探討科技為人力資源帶來的變革 整個業會廳裡作物虛席 都是來自台灣各地的人資專業工作者 工商時報跟頂環數位科技 共同舉辦企業預見新契機 人力資源論壇 以CEO觀點專家解析 食物分享三大議題為主軸 邀請港澳台等地的企業專家 針對科技與人才管理進行演講 一起來辦這次的一個專家 尤其HR的公開 我認為未來台灣有期望 就是靠各位HR努力的幫台灣 找到台灣人才能價值 根據產業研究機構分析 2020年全球將有75%的企業 轉型為數位企業 但台灣仍有42%的企業 在網路後端無法生用數位化 因此創新打造人資產業 推動數位轉型 被很多學者認為是當前要務 亞洲其他城市的HR伯伴 都為了精彩的HR移居 飛到台灣來群聚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 台灣很非亞洲最好的 我們最近常跑的上海 我覺得台灣有 亞洲最好的資訊人才 也有最棒的HR數量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贊助 對我們其他HR 怎麼台灣人會有驕傲 工商時報創立四十多年 一直不斷關注台灣商業議題 多次與國際企業合作 舉辦商業論壇 希望讓台灣的企業 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 走向數位化時代 網傳媒體中央書明令玉婷 參觀報導